第12季SBL超级篮球联赛即将开打 18号举行开赛记者会 这次以Change新世代挑战更高能耐为年度口号 七支球队球员们也在板子上写下这次新球季的新目标 不管是球员还是球队都已经做好准备 而今年台北打新队的新秀阿美族周宜翔 第一次参加SBL球季 将拿出平时训练水准来帮助球队夺分 上场就是先做好防守吧 都一步一步慢慢来 因为球季很长 也不只那一两场 大家上场就是拼吧 其实我的角色还蛮多功能的 就是球队需要得分啊 需要抓篮板啊 需要一些有的没有的 就是我可以去帮忙 帮助球队在防守 然后跟可能先发的学长 可能体力下滑的时候 我要上去替补这样 然后就是做好我们该做的本分跟工作 今年球季就是很简单 就是要迈向气候赛 然后打进前市场 今年球季的赛制 行销场地都有做一些改变 以阶梯式的气候赛模式 让球队更有争取好成绩的动力 呈现出更精彩多元的球赛内容 我们在赛制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改变 那么我们淘汰一队 然后季前赛 然后在例行赛中我们淘汰一队 然后六支进入到季游赛 然后三四名接受五六名的这个挑战 让大家觉得这个变化会多一点 让竞争对抗性会更强一些 第十二季的SBL 十一月二十二号 在台中国立体育大学火热开大 透过一连串改变 将带给球迷们耳目异心的球赛 颇受期待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